为什么新版本要加入现实模式 空岛版本加入了现实模式 里面目前有两个模式 一个是超体团境 另一个是空岛团境 为什么要特意加入现实模式呢 别人有两个 一方便玩家选择 其实这次在模式选择的界面专门加入现实模式 只不过是将现实模式汇总到了一起 方便玩家进行模式选择 不然像以前那样 这两个现实模式肯定会被放在团境模式里 毕竟都是团境模式 但这样有个问题 很多人不知道上线的新的模式 还需要到团境模式里去找 现在这样专门加入现实模式的分类就很好 讲完现实的新模式 直接点进去就可以了 方便玩家去选择 二吸引更多玩家关注 在以前现实团境模式都在团境模式里 不点进去看是没什么不同的 哥把他们放入专门的现实模式里就不同了 玩家每次进入模式选择界面 就会看到现实模式 就会想又出了什么现实模式呢 玩家就想点进去看看 这样能吸引更多玩家的关注 增加游戏的曝光度和用户粘性 小伟认为这个改动是很合理的 兄弟们 你们觉得呢